墨镜 钱包 打开包包检查艺人摇摇上节目 谈论意想不到害我身边的凶手 才刚拿出化妆包 大家就吓了一跳 这还有黑字 吃东西不小心滴到 皮也脱色 不只化妆包脏 用一半的棉花棒 还没有吃完的糖果 甚至是垃圾全挤在包包里头 尤其当他拿出被染成粉色的粉刷时 来宾惊呼连连 你这有洗过吗 不是 我跟你讲 它这黑黑的不是脏 不是脏 是因为我有时候拿来刷刷 就是你知道晒红之外 修容也要用它 到底有多脏 主持人替它清洁一下 没想到 还好吧 红色的啊 好多粉都跑出来了 原来瑶瑶的粉刷从来不行 难怪颜色红尘这样 而让来宾惊呼的 还有这一叠假睫毛 出门有时候换 别人说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就要换一下我的睫毛 睫毛在家 可是这用过吗 你要洗吗 用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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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过的假睫毛层层交叠 不止如此 他跟自爆出毛刀 三个月换一次牙刷 要是没有换 一年换一次 个人卫生习惯一说出口 大家是睁大眼睛 不过毒物专家也提醒 该洗该换的还需要做 否则到时候真的会伤身 东西文庄胜利 黄庭在台北报道